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3月28日 今天说看到的两个小新闻吧 第一个是中央会议的内容 我只说两句话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第一个重要的话就是 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 意思就是财政赤字可以更高一点 也可以适当一家一家杠杆 然后第二句话就是 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 贷款市场利率目前有两个 一种是实体利率一年期的LPR 还有一种是楼市利率五年期的LPR 最近现场的房贷利率都正在转LPR 有些人愿意转有些人不愿意转 我的意思是倾向于转 你就看刚才这个会议内容已经说了 第二句话 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 因为长期看这个LPR 它的利率可能是往下走的 所以说这个房贷利率能转 尽量都转过去 再说第二个新闻 就是第2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已经发布了 广州已经是进入前20强 这个金融中心指数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由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集团共同编制 我靠 听起来反正就像是个野鸡的单位 但是我们不管 只看见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表 他说这个表是目前全球最受关注和认可的国际金融中心排名 每半年发一次 昨天在深圳和韩国首尔同步发布 这个表上 中国的内陆城市靠前的有那么几个 上海是排名第四 内陆城市里最高的 得分740 排名上升了一位 香港排名第六 得分737 它的排名下降了三位 北京排名第七 得分734 排名没有变化 深圳排名11位 得分722分 它的排名下降了两位 广州 19位 得分714 排名上升了四位 成都 74位 得分641 排名下降了一位 他下一个是台北排名第75位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金融指数 其实也是各个城市实力的一部分 我们可能不关注各个什么金融指数 这个指数 那个指数 我们投资房产最终关注的是 这些指数体现在房价上应该是多少 我们找的就是那种被低估的城市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 中国最有可能 房价上党的六个城市 其中一个就是上海 另一个是广州 上海的这个金融指数排名里是全国最高的 而且它的排名也上升了一位 排名在上升的 然后看一下同一线城市的北京排名第七位 深圳排名第11位 上海排名最高 但是它的房价是最低的 之前说过深圳均价现在要 六万四六万五了 北京的均价也要六万二六万三了 上海太多少 上海均价才五万二五万三 上海的现在的房价要比 北京深圳要低15%左右了 所以说上海我觉得是被低过的 很多小伙伴也都觉得上海是被低过的 现在只要有房票就可以买上海 你哪怕是正常的市场价买 长期看也肯定会赚的 还有一个就是广州 广州在这个表里排名第19位 它排名上升的速度比较快 它排名上升了四位 它的房价才多少 它的房价才三万多 三开头的 所以说广州也是长期看好的一个城市 它的房价也是被低估的 下面一位就是成都了 在这个表里上榜的一个非一线城市 成都74位也还可以 成都长期看好 今天就这么简单说一下 谢谢大家再见